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开开好几个小时 叫了一大堆人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大半天 最后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和结论 可是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当然 也有的会议办得务实 勤俭 高效 不仅会务开支少 还能够让参会人员紧紧地围绕各项议题 抓重点 一大事 讲实话 讲真话 会议办得 若有成效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 什么叫有效的会议 会议是社会生活中的经常现象 承担着上传下达 内外交互的职能 是领导决策实施和研究解决问题的一种 重要工作方式和方法 会议有很多作用 比如它可以集思广益 头脑风暴 讨论问题产生决策 听取汇报 分配任务 融合意见达成共识 分享资讯 宣传政策 表彰先进 激励士气等等 简单来说 大部分会议更多是为了发现问题 商讨问题和解决问题 不过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 各种低效的会议每天都在举行着 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 反而遗害工作 成为管理当中的一大影集 这种低效的会议往往存在以下问题 1. 会议主题未定 会议需要解决的主题不明确 是通报情况还是研讨对策 往往主持者都没有弄清楚 而没有了会议的主题 犹如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 所有的论和意都苍白空虚 就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茶话会 2. 参会人员不明 无关的与会人员太多 大量人员只是作为列席 而关键决策的人却不在场 或者是决策 监督 实施 三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在场 造成意而不决 以至于有人说 参加会议的人越多 会议的内容也许越不重要 3. 会议准备不足 会议议程 议题材料 乃至发言时间没有预先把控和沟通 这使得会议的节奏拖沓 容易引起喋喋不休的争论 或是与会人员对问题和任务的相互推诿 第一校的会议不仅氛围冷淡 无法得出有效结论 达到半会的目的 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耽搁了大伙的常规工作 让人疲于从一个会场奔向另外一个会场 进而导致无谓的加班 而与之相反 有效的会议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 清晰的会议目标 无论会议规模大与小 类型如何 我们首先要设定会议目标 直观 鲜明 精炼的主题 便与与会人员找准关键点 让每一位与会人员清楚明白 自己在会议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准备工作 拢而统治 大而阔制的主题 则会偏离会议的中心思想 脱离召集人的初衷和本意 第二 合适的参会人员 参加会议的人员 一般包括会议的组织者 参与者和记录人员等等 参会人员的数量要适当 人员太多容易七嘴八舌 偏离主题 导致会期延长 最后草草收场 人员太少 则不能有效地征集意见和建议 不利于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 同时 参会人员的层级 不能相差得太远 第三 充分地会前准备 会前准备工作可谓包罗万象 比如发出会议通知 告知 会期 时间 地点 甚至服装要求等等 印制会议的日程 编排会议的议程 做好会场布置 比如悬挂会标 旗帜 安排座次 摆放洗卡 话筒 资料 茶杯 保证照明 通风 空调设备的齐全有效等等 做好会议时速 集体照相等方面的准备 而除了这些形式上的筹备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全面掌握当前工作的开展进度 成效 特点 统筹性 全盘性等情况 分析各个环节的薄弱点 找准会议研究的侧重点 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第四 合理的会议议程 会议流程是帮助会议有效运行的框架 它的制定要紧密围绕会议主题 同时要科学合理 哪怕是发言 拍照 这些环节 安排都要恰当好处 如果我们弄反了先后顺序 难免会造成会场秩序的混乱 第五 清晰的会议规则 会议召开的全程 要营造良好的交流环境 坚持四步 即不跑题 与会者紧紧围绕会议主题 谈感受 讲实情 提建议 发言要直奔主题 讲话要简洁明了 或打断 尊重发言人 或超时 不管谁发言都有时间限制 或攻击 或当场指责批判别人 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第六 恰当的主持协调 会主持人除了发挥 穿针引线 乘上起下的作用外 在不同类型的会场上 还有不同的作用 比如说 在学术研讨会上 要起到提出观点 引导讨论的作用 在经验交流会上 要起到肯定做法 总结推广的作用 在工作布置会上 要起到落实措施 提出要求的作用 在庆功表彰会上 要起到激励先进 号召学习的作用 因此 主持人要摆正定位 注重协调 做好时间 氛围 局面的控制 确保会议按照预定议程进行 第七 周到的会场服务 像低话筒 倒茶水 这些看似微小的服务 对会议效率的影响也很明显 比如 有的会议发言的人比较多 话筒数量准备不够 这就要我们提前 做好话筒传递服务电池的准备 确保有序衔接 有的会议需要使用展板 投影等设施 就要我们提前调试好设备 确保顺畅播放 如果会议需要临时增加 与会人员 还要及时准备好通讯录 确保能随时通知到位 第八 及时的传达跟踪 很多会议在召开的过程当中 组织者没有对会议讨论的过程 及最后达成的决议进行记录 更没有将决议进行督查督办 结果决议的事项有没有得到执行 执行的情况如何都没有数据可查 因而会议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 遵照会议精神 迅速地撰写会议纪要 承送主管领导签发 并及时分发 另一方面 要对会议形成的决议 建立追踪制度 重点关注会议安排的工作是否落实 会议提出的问题是否解决 从而确保各项决议能够按时按要求完成 当然 一个有效会议的举办 最根本的是要会议组织者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打破陋习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通过改革机制 改变作风 转变方式 加强监管等途径 向求真务实的办会方向转变